大家好,我今早7時半起床才剛見到Elma的訊息 為什麼現在沒有人上去? 我今早才見到她的訊息說她今天在外面坐飛機 沒有辦法要我頂住所以我一個小時就很頻繁將這個題目做起來 還有這個題目將一些線索全部放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我做節目的風格 我就是要跟著題歌、跟著所有這些來寫 所以早就不知道有沒有打錯字剛剛才弄得好 不過幸好這件事情我挺熟悉的 所以我跟大家說我以前做過兩期的 特朗普說他吵架的時候是怎樣的文件門 到什麼地步可以講一下美國政治 現在是我最熟悉的了 因為中國最近過年中國的新聞都不是很多 有一條新聞就是前天中央統計局發了這個新聞報告 就說我們現在人口減少了 2021年的人口減少了 這件事是很大的事情 我專門再找一集做一個專題 就說人口的問題和共產黨統治的問題 所以今天先說拜登的這個文件門 現在大家都不叫文件門 是保守派的人 有些人說document gate 但是一般那些媒體都要叫文件事件 我們今天看看 我現在先把PPD打上來 我們今天說拜登的文件門 文件門這個事件 我們要先說一下 聯邦政府 美國的聯邦政府 關於這個保存文件 是有什麼規定的 這些文件的規定 就是根據這些規定 你有沒有凡事 犯的事情是多大 犯得有多少問題 很快講一下今天走過的題目 我要講一下政府文件是怎麼樣 拜登原來上次抄家特朗普 拜登說了什麼 拜登的文件是怎麼發現的 第一次誰發現中間有什麼原因 他去放文件的地方 Pennsylvania Penn Center 拜登 Center 還有中國的捐款 去了哪裡 文件是怎麼發現的 到底是什麼回事 還有 他的住所是怎麼回事 因為這幾天報告中很多 最後已經發現了第四批文件 所以我們最後要對比一下 特朗普和拜登兩個人 都說有文件問題 那他就說是怎麼回事 哪個犯事的情況到了哪裡 最後就是司法部怎麼辦 現在是不是要弄到美國那些 美國就變到 各個總統都要被人查 是不是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事件 一件一件講過來了 第一件事情我們大家都要講清楚 很多人就不清楚 聯邦政府關於絕密文件 有什麼規定 你接觸過沒有接觸過 接觸完之後 聯邦的文件 就是這樣的 美國的法律規定 如果沒有說是絕密的 沒有說是秘密的 就全部要公開的 你作為普通人 就算你是外國人也好 你根據美國的訊息自由法 你說我想看哪些文件 你就可以問政府拿的了 我們以前做記者 經常都這麼拿的 民政府問FBI文件 他們的文件看完 哪些行你不能看 就把它抹黑給你了 所以以前我們中共那些特工 就是美國拘捕了那些 那些審訊資料 我們全部可以拿到的 就是它後面有很多黑的 你看不到人的名字 正常的 但是它就要給你了 那麼對於最絕密的文件 有什麼規定呢? 第一個是政府有一個地方叫做 它有那個方法叫做SCIP SKIP的意思是什麼呢? Secure Communication Interoperability Protocol 很難讀的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人家的交流 交流就包括你打電話也好 寫一些文件 看一些文件也好 開會也好 你要在一個特別的地方 這個地方政府指定 是一個符合SCIP的地方 好像比如國會 國會聽證 你平時聽證 大家的行人走進去 那如果CIA那些聽證 講間諜的東西給你聽了 就算是隔場聽也不行 所以他們要專門去一個地方 就搜幾道門也不能進去 所以政府的絕密文件 就不能夠拿出被指定地點之外 有一個特朗普的海湖莊園 海湖莊園是指定地點之一 為什麼呢? 它是冬天在那裡 那時候那些人開玩笑 是冬天白宮 特朗普經常回家 那些文件就要全部拿去那裡 所以它那裡是有了一套政府批准的規定 這些文件看完了 放回去不能夠拿出指定地點之外 這些文件就算是很一般的文件 就算你說普京打電話給拜登中間 說你好 你吃飯了沒有? 掛了 那這個也是絕密文件 誰可以說這個不是絕密呢? 總統才可以說 所以總統是唯一有解密權的人 副總統、國務卿全部都沒有 所以以前希拉莉拿了這麼多文件 還有拜登拿的文件 他們沒有解密權 這是很明確的 那就是誰最後負責保存呢? 總統下台了 你總統任上真的不知道多少 千萬萬萬份文件 那國家檔案館就負責保存 上屆總統任期的絕密資料 那些不是絕密的資料 誰保存呢? 就是各個總統自己自建總統圖書館 這些不是絕密的資料 就保存在總統圖書館裡的 所以我們很多東西 現在包括我們做電影也要看 都走去總統圖書館 問人去拿資料 這個是政府文件規定 那當時就特朗普 找了家出來 拜登怎麼說呢? 拜登說得很厲害的 我找那段視頻下載 不夠時間找不下來 拜登說他是irresponsible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不負責的 很驚訝 真是令我吃驚 竟然有做總統的人這樣做法 最後就說這個是criminal 就說這個是犯罪行為 即是直接說要抓他 首先就是民主黨這樣說 就是這麼不負責 拿出文件回家 我們很吃驚 竟然有人這樣做 這個就要起訴他 所以現在是對特朗普的說法 拜登說得很厲害的 很大聲很厲害 就是絕對沒有什麼好爭論的 就是 那麼最後怎樣 最後第一批文件 就發現了 在11月2日2022年 這個日子很重要 在拜登中心 Pansylvania大學的拜登中心 就發現了這批文件 11月2日2022年 大家記不記得 11月8日是投票日 還有6日是投票 如果當時 就是當時因為特朗普 就被FBI抄了什麼 民主黨是喊喊喊的 喊得那麼厲害 那個時候 本來就很怎麼說 本來就應該很多選民說 你也是這樣的 那民主黨可能可以失去 失去很多選票 但是呢 他就按著不報了 所以這些日子是很重要的 那下面的問題 是誰去發現的 無端端哪些人去找些文件出來 是不是偶然間發現呢 不是 是拜登的律師 那個律師還說沒有保密 他不能夠看保密文件 他沒有安全審查過保密的級 那拜登的律師為什麼無端端去找文件呢 這個又是很奇怪的 就是 你知道如果是搬運 他說剛剛整好Center 要搬運一些東西 在運輸這個過程中發展了 為什麼律師去做搬運工呢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律師給搬運工貴50倍 為什麼律師去做搬運工 這個問題 在哪裡發現呢 就是在拜登中心的辦公室發現的 那 一會兒我們再說拜登中心 那 現在是尋找文件的動機是什麼呢 為什麼無端端要去尋找呢 又是問題 你就是等於無端端要去尋找 我就不會去尋找我家裡有些什麼 煩政府規矩 沒有這回事的 你如果沒有煩到的時候 心裡沒有這條數的時候 你不會去做 所以為什麼有律師 特意要去尋找這些文件 那還有一個 就是特朗普那裡 那些東西就是從 直接從馬拉拉哥 直接從白宮運到回家 他這些如果有人去拜登中心 在入到拜登中心之前 還起碼轉移了兩次 那這兩次去了哪裡 轉移了去哪裡 轉移任何一個地方 按照政府來說 你絕密文件拿了出來 轉移一次就是一次犯罪 他前面他自己說 最少轉移了兩次 這是第三個地點 那就是三次犯罪行為 所以還有沒有其他呢 我們也不知道 那這就是第一批發言的文件 那跟著我們說一下 Pansylvania大學這個拜登中心 這個拜登Pansylvania大學 在Pansylvania大學就不在這裡 但是這個拜登中心就在華盛頓 華盛頓很多大學這種所謂中心 都辦在華盛頓的 UCLA 就是UC系統的中心辦在華盛頓 John Hopkins的大學也在華盛頓 華盛頓這些大學的中心 很多其實提供給這些下台的權勢人物 一個安心的地方 給他一個辦公室 給他手下的人養著人 尤其是以後想做總統 拜登中心原來養著誰呢 養著現在的國務卿布林肯 拜登的時候要做外交政策 有些錢而已 這些人在武官做的時候 是靠這些拿吃飯的 所以拜登中心以前最開始做的就是布林肯 就是現在的國務卿 這個真的有點像是美國的影子政府 那這些下台的人自己都要去拿錢的嘛 所以拜登是2017年1月份不做副總統的 不做副總統下來了 他要找地方吃飯 那麼2018年8月份 就開了這個拜登中心了 在這個拜登中心中 拜登去過9次的 他的薪酬應該領77萬多工資 跟著報銷那樣那樣 一共91萬美金 所以他兩年之內 這麼短時間 他競選總統以後就不行了 有政府規定 所以從他副總統下來 到他競選總統之間 他去了9次這個辦公室 就領了超過90萬美金 這個真是 我們現在真的看到華盛頓那些腐敗 怎麼腐敗呢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麼這個拜登中心的錢哪裡來的 要很多錢的嘛 所有大學都要很多錢的嘛 因為華盛頓你這麼租一下 一年都是百萬百萬的房子租的嘛 那麼現在發覺中國的捐款 就來了很大批了 這個大批就說從2014年之後 這個Pennsylvania U-Penn這個大學就拿了 5400萬是直接來的 那麼還有跟華人啊 那些團體啊 怎麼來呢? 就真的整個過億的錢 直接來到中國的5400萬呢 這個是超過一半呢 我經常讀不好這個字 匿名的捐款 名字都忘記的 如果不記名字 很少人的 那些捐款的人 經常捐個港座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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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港座永遠 它的名字 大家要出名才捐款的嘛 那麼 而且呢 絕大多數的錢 是拜登中心 拜登華仔進入U-Penn 你的中心成立了以後 才給進去的 那麼我們大家都知道 亨特拜登從中國 拿了那麼多錢的了 那麼他現在這個拜登中心呢 建立了以後 那麼多中國的錢過來 你們看到這些錢的就是這樣 錢捐入大學 大學就撥了錢來做拜登中心 拜登中心就把錢呢 就發給拜登個人 是不是呢 另外捐款呢 他這樣捐款呢 不是中國政府直接來的 中國政府一次 就是很多次的事例都說明 中國政府是叫商人 為什麼那些商人不肯出名呢 他不想讓人知道 他跟中國政府拿了錢 那麼中國政府把那些錢給那些商人 商人用個人身份捐 捐了給大學 大學就給拜登 你現在看到這條腐敗的線 就很清楚了 那麼那些錢真的拿了不少 你想一下 一年落任的副總統 而且是老了沒有什麼用 當時那些人都是這樣以為 只是這個地方 一年就拿了四十幾萬 還有其他地方 很多地方 聚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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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公司 哪個亂財亂都很厲害的 這些人 這些人真的 那些人 幾感慨 腐敗到 那麼呢 到後來呢 在1月9日到11日 又發現了第二、第三批文件 這兩批文件 是誰發現的 是拜登的住房之一 他不只這棟住房 但是這個是他Delaware的住房 住房之一 這個住房不只是他 他的兒子Hunter Biden 這是拜登Delaware的住房 那麼這些文件 是拜登的律師去找的 你想想 找完拜登中心 又去找他的家裡 律師去找 不是FBI去找 這些律師 應該沒有權去看這些文件 但是律師去找 找出兩批文件 第二、第三批文件出來 這些文件 很有重要性 就是內容 這些內容是真的關於外交政策的 有中國的、伊朗的、烏克蘭的 這些、俄國的這些文件 這些文件 絕對絕對就不應該 拿出任何辦公地點來的 那麼 1月就發現了這些 那麼 這個地方呢 我們看到 張圖上面 腳踏的車庫 那麼原來 原來 說起來那些記者 知道在他住所發現 就不知道在哪裡發現 結果Fox News的記者 就想起來 就說 好像拜登那時候 曾經是 競選的時候 開過這輛車來沙塵 這個67、69年的COVID 很值錢的 他又開出來說 我又怎麼退 又退入他的車庫 所以又截了貧 那當時的記者是 一靈機一動 就說 你那些文件 是不是和你的COVID在一起 那麼 拜登自己拍 他平時是讀 那份稿是這樣讀的 那天 記者問的問題 問得這麼具體 他說 是的 那些文件在車庫裡 和我的COVID在一起 很安全的 和我的COVID那輛車在一起 很安全的 結果大家就查了這張照片 這個視頻出去折頻 車庫後面的文件 就是這樣堆在那裡 你說 真是普通的小賊都可以偷到 不要說國家的情報人員 那同時那個地方 就是亨特拜登的住宅 他又住在那裡 人家找回他的駕駛執照 什麼燈出來 他又住在那裡 而且拜登是要給他的退稅記錄 他的報稅記錄顯示 亨特拜登在2017年那個時候 他五月每個月交五萬元屋租 交給他爸爸 當時大家如果記回頭 亨特拜登當時是在烏克蘭賺錢的 烏克蘭他就是坐在那個 那個董事會 那個董事會 都不用他開會 一個月給他五萬元 為什麼這裡也是五萬元 所以那些人就想 這五萬元屋租 租這個房子 真的不值那個錢 對不對 這五萬元屋租是不是花錢呢 真的有花錢的懷疑 所以這個是在車庫裡 在辦公室也發現 在車庫也發現 後來就到第四批文件又被發現了 你知道一共發現四批文件 這個問題就大了 你就不是說我偶然疏忽 不適合蒙茶茶 裝了一個包裝了去哪裡 這麼多文件散在各個不同的地方 拜登有什麼理由 他是把奧巴馬時候 作為副總統 把文件帶回不安全的地方 而且一直保存了這麼多年 而且上面一直都不知道 是現在被發現才知道 他作為副總統再說 沒有解密權 他沒有解密權的時候 他第一個拿出去都不行 第二個 他不能夠好像特朗普說 特朗普說我的文件我早就說 搬出來的時候我就解密 但是拜登就不能夠說 所以這次這幾批文件 從刑事上說 是犯罪行為 政府 一般我們看到以前的案 如果拜登這四批文件 有一份 拿去一個 比如我是國防部的工作人員 我工作人員 我有權看秘密文件 我一個不適合拿回家 你知不知道判十年徒刑 你不能說不小心的 政府文件不能不小心 不小心拿出了指定地點 你判徒刑 就是鬼殺這麼吵 都說 為什麼會這樣一回事 這個時候 司法部就頂不住了 就是Merrick Garland 就指定了一個特別檢察官 來看這個問題 特別檢察官 他們已經指定了一個去管特朗普 現在另外指定了一個去看拜登 我們下面會看看 兩位特別檢察官 對他們調查的對象是怎麼樣 美國的特別檢察官 真的是很獨立的 沒有得干預 但是現在在今天這種政治環境之下 我們也不能夠說 按照傳統說你們都按司法辦事 現在我真的不敢包 所以我們看一下下面的特別檢察官 怎麼做法 現在我們總的來說 就將拜登的文件們 特朗普和拜登兩個人的文件 這個問題對比一下 曬敗曬對比一下 第一個拜登這邊 大約是40份文件 現在發現的 還有沒有其他文件 就不知道了 大約40份文件 特朗普那裡有300多份文件 但是特朗普那裡一次過 不會在其他地方沒有的 那就是大約40份文件 那40份文件是散在四個不同的地方 特朗普那300份文件 就在那裡 那裡是東貴白宮 那文件內容呢 這個內容就有關於 就是拜登那邊 關於伊朗、中國、烏克蘭等等 外交政策問題的絕密文件 大家都說 這幾個國家 特別是中國、烏克蘭 都是亨特拜登做生意的地方 到底這些文件是怎樣 在下面的調查 那特朗普那裡有300多份 特朗普說很多是私人的東西 其中就包括生日那時候 那個 菜單 菜單應該金正 生日有菜單 不知道誰寫的 這個什麼字在那裡 特朗普說這些是我私人物品 有一封金正恩寫給特朗普的信 就是個人感謝幾句 他可能打算留著拿來做紀念 特朗普說他已經解密了這些 那再看拜登這邊 拜登的文件是多次被轉移的 那特朗普那邊 特朗普是白宮人家打了包 直接搬去馬拉拉高的 所以兩個性質就不一樣 一個是自己主動轉移的 拿走的 一個是別人搬進去的 那麼下面就是他放的地方 拜登中心也好 這個是對外開放的 他家裡也好 這個是沒有警衛的 他放得別人真的 剛剛看到那個車庫 真的一般的賊都可以偷渡的 那麼特朗普那裡我們已經看到 鎖在特定的房間內 他跟FBI一直有交往 怎麼樣 拜登的家裡 當時他做完副總統之後 他沒有安全守衛的 特朗普作為前總統 特勤局的人是跟著死的 一直到他死都是跟著他 那麼拜登那邊唯一他為自己辯護 說我發現之後我主動報告了 那麼特朗普那邊呢 特朗普說不是喔 這些是我的喔 他要爭奪這個所有權 所以這兩個文件 所謂文件門的事件 就有這些主要的 你很清楚可以對比 我有時候覺得媒體的人 經常在那裡搞混水 他們喜歡拿哪一條出來說 哪一條出來說 有些只有報紙雜誌 有時候會比較詳細 兩邊的東西對比起來 現在那些媒體上的show 因為幾個人七嘴八舌 一人講一樣 所以最後整天就不清不楚 到底他有什麼區別 我都要自己去找出來 到底是怎麼樣 可能都不是這麼齊 所以今天時間有些倉促 以後再補充 那麼最後呢 我就要講這個 民主黨原來就認為 這次這個文件 抄完Marago 耿捉他的 耿捉他 耿捉他 耿拉他 那就是說 不能夠被防止 特朗普2024年再選 防止特朗普打擊共和黨 這是最好的辦法 所以民主黨一直等 民主黨經常都要罵司法部 為什麼不抓人 為什麼不抓人 什麼時候抓 所以媒體經常都傳出來說 下次特朗普可能很快要被抓了 那麼 現在出了這個拜登門 拜登這個文件門 就大問題了 你怎麼抓呢 拜登作為在任總統 就不抓的 就是他有豁免權 在任 但是他的事是前任犯下來的 他下來抓不抓他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拜登本來準備宣佈 2024年他要連選 現在不宣佈了 可能很多人都猜 是不是民主黨用這個辦法來 阻止拜登在2024年競選 這個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是有的 所以這個事情最後發酵 就不知道影響到哪一層 就是這次兩邊的文件 特朗普又真的被弄到708落 拜登這次很狼狽 昨天記者抓著他問 看到那些笑容 真是很尷尬的笑容 真是笑到好像被人指控了 被人當場抓住的賊 那種笑法 我自己還有一個我自己想講一下 就是最後講一下我認為 這個問題 就是當時在特朗普抄交的時候 我已經講過了 美國的歷格 美國的總統 美國的總統是至高無上的國家元首 總統下台之後將文件收起來 這幾天都拿走這些文件 是解密文件之後 拿走正常狀態 你想想奧巴馬下台之後 他是拿走了三千多萬份 小布什拿到六千到七千萬份 這麼多千萬份的文件裡 有沒有夾了絕密的東西 有沒有打包的時候會怎樣 現在真的不知道 而且最後奧巴馬和小布什 我們知道的兩個前總統 那克林頓就不用說了 那些文件全部堆在倉庫裡 那你文件堆在倉庫裡 你是不是去派人去 把奧巴馬的三千萬份 全部掃掉一份份搞定 啊 查出五份 這個前總統是不是要被抓 是不是要這樣 政治上以前這些事情出了 不是沒有出過 出過很多這些事情 不僅是總統就是政府官員 出了一些問題 大家商量 大家說無心錯誤 那我們好吧 以前我們政府的東西拿回去 沒有什麼損失就可以了 就算有損失 那時候希拉莉那些電郵 那樣都沒有去起訴他 所以呢 就是他們為了迫害特朗普 做了這一條 這個為美國政治 為美國黨派政治干預司法 就打下了很壞的這個先例 所以我經常跟民主黨那些人 他們這麼不喜歡特朗普 我可以理解多不喜歡特朗普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好像我很不喜歡拜登一樣 看到他真的 看到他連他講話都不想聽 不喜歡是一回事 但是國家的法度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你用這種國家法律 用這個法律手段 來進行政治迫害 最後這個飛去來氣 飛回自己身上的 所以最終來講 法律是最重要的 國家領導是四年選一屆 四年過來的 對不對 那如果是破了這個慣例 如果是司法部在這裏 就真的兩邊不平衡作為的時候 美國的法制真的很徹底被這個 消滅不講得被很嚴重破壞了 所以這個是我跟大家報告的 作為時事報告 這個拜登們的問題 以後再有進展 等到Elmer回來 我再聽她這些 和她一起報告 今天真的有些對不起 準備的時間很倉促 我只有一個小時準備 我一般來說 我起碼要加四倍時間 不會這麼短的 如果有些什麼問題 說漏了 說錯了 麻煩大家就跟我提出來 這次就很感謝 今天就講到這裏了 好嗎 好 大家再見 拜拜